魏董 你的保證 您絕對不會逃亡嗎 謝謝 謝謝 魏英聰以三億元交保 確定可以會嫁過年 你要不要讓台灣民眾 知道你的心情 對 這些關係 魏英聰強到自己 平常心面對裁定 低著頭 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根據轉述 其實他心裡不希望過年 沒辦法和家人一起吃團圓飯 玉中是不是有寫家書 給您的拍子 您寫了什麼內容 謝謝 包括最後認定 雖然有串政逃亡之餘 但是可能性已經大幅降低 保釋金提高到三億元 其餘三人 前總經理常梅峰 總經理陳茂家 大幸福負責人楊正義 都以五百萬元 交保確定 魏英聰 下官日罪 對比魏英聰開心交保 法庭外的民眾卻是大喊 法官不靠魏英聰 我們靠 魏英聰能夠持續交保 就是因為法官認定案件 已經起訴三個月 檢察官提出了相關補證有限 難以確認他有詐欺等罪嫌的犯行 更認定魏英聰雖然有逃亡之餘 但是逃亡的程度已經降低 串政程度也降低 認為包含魏英聰等四人 有羈押市政 但沒有羈押的必要 一億元不足以來擔保他 有逃亡可能性的這個 差異性 所以認為說予以提高到三億 來相對擔保他可能不會逃亡的可能性 魏英聰獲了交保 但這一天的法庭攻防可不輕鬆 燃壓停從三號早上九點十分 一開就是三小時又十分鐘 原本預定下午兩點十分 就會宣布裁定結果 但評議卻一直到下午的三點二十五分 才結束 三點五十五分宣布四人可以交保 等同打臉高院決定 魏英聰獲了不燃壓決定 但是交保金提高到三億元 僅次於東森前總裁王立林 掏空立辦案遭收押時 當時交保金高達三點五億 但這一次補角的兩億元 將會直接送到銀行 不會再出現在地院 而魏英聰說過了愛台灣 也讓他躲過炎壓可能 也確定能回家過農曆年 這張俊棟和日新鞏玉德 SNG小組在彰化的採訪報導